印度近日来遭遇连绵豪与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一个山村 就在连日降雨之后发生土崩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0人丧命有80多人获救 这个小村庄里估计至少有225人居住 因此担心还有许多人可能被买 印度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暴雨成灾 一个住了200多人的山村 在遭受连日强降雨袭击后发生土崩 印度官员星期四透露 灾区是距离孟买大约60公里的伊沙尔瓦迪山村 由于土崩发生时正至半夜 许多还在寿梦中的村民根本来不及逃生 出博报告指大约100人可能被埋在泥土中 救援人员在大雨中艰难地寻找幸存者 救援工作最大的障碍是 一些地方的瓦砾几乎大约6米深 需要人工清理 连绵不断的大雨导致印度最富裕的 马哈拉斯特拉邦各地学校停课 道路被淹火车停运 金融之都梦买的学校和学院 星期四也关闭 部分火车服务星期三已经暂停 根据气象部门 马哈拉斯特拉邦多个地区 星期三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除了马哈拉斯特拉邦扎木和克什米尔邦 也有地区传出土崩事故 此外印度北部地区连日暴雨也引发洪灾 亚摩纳河泛滥溢出的洪水涌向太基岭这个历史遗迹的围墙 后方的一座花园也被水淹没 是45年来首建 编猬 baixo 昨日山说高尾 ahrем的 优优之 花园 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